材料清单,草鱼鱼肉一条,通常是黄豆芽,我这次用了香芹和蘑菇,料酒,盐,胡椒粉,蛋清,玉米淀粉,质量,八角两粒,柜鸡一块,香叶两片,小茴香两克,山南两克,花椒十克,干辣椒二十克,食用油,质量,葱姜蒜,质量,皮线豆瓣酱,鱼肉片成薄片,加盐,胡椒粉,黄酒和蛋清抓鱼, 然后放适量玉米淀粉抓匀,将至十分钟备用,来准备五香油,这个油会使水煮鱼特别香,可以多做一些,平时拌菜或做其他辣菜用也很天采,炒锅中倒入油,把所有五香油需要的材料,花椒,桂皮,香叶,小茴香,沙纳,花椒,干辣椒放入,用香火加热,直到把香料炒出香味,捞出香料不要扔, 倒出五香油备用,炒锅内留一点五香油,倒入葱姜蒜边炒爆香,下入皮线,辣豆拌酱边炒出红油,再把炸五香油捞出的香料倒一部分到锅里,然后烹入黄酒和酱油炒匀,冲入被水烧开,放少许盐,胡椒粉,糖,调好味烧煮片刻, 然后捞出里面的香料不要,糖底便做好了,用做好的香辣糖底,分别把配菜烫一下,然后捞出铺在另外的锅带中垫底,配菜通常用黄豆芽之类,我这次家里只有香芹和蘑菇,就用了它们,也很好吃,糖底再次沸腾后, 将腌制好的鱼片一片片的放入,煮约一两分钟,至鱼片变白后即可关火,鱼片连盘汁一同放入装有配菜的锅仔里,然后把先前做好的五香油倒一部分在另一个小锅里,放入适量的花椒和干辣椒段,用小火炸出香味,辣椒的颜色稍变就关火,随即将热油浇在鱼片上,连锅仔一同上桌,享用,小鞋吃衣,前面做五香油, 以及最后炸干辣椒的时候,要用小火,防止炒糊,做五香油捞出来的香料,不要扔掉可以留着卤菜哟,很香呢,二在做香辣汤底时,煮盒之后要加香料和彩莎捞出,扔掉以后再来使用,三,鱼片一片片下锅比较好,入锅后,用锅铲轻轻的推开,不要用筷子搅拌,否则鱼肉容易变散,鱼片也不要煮得太久,防止 鱼肉过老不够暖滑,四,皮线豆瓣酱中还有盐饭,汤料中点要逐量少放